不好意思,這一次的募款餐位跟往年相比是不是這一次比較貴? 最貴要一張五萬,不少的議員都覺得壓力有一點大 今年為什麼會訂這個價位? 這個實際的情況,老實講我是不是很清楚 不過我要在這裡講的就是說 我們是一個沒有黨產的政黨 那這一次的選舉是總統跟立委一起進行 所以我們很多的募款活動也是一起進行 那經費上對我們來講是一個很沉重的負擔 所以我們需要大家一起來幫忙 那我們也拜託我們的民意代表們替我們來募款 這是我們整體的協力作戰的一部分 但是我也知道說這些募款多少會給我們民代有一些壓力 所以盡力而為就是了 主席大家也很好奇,您今年會不會去參加國慶? 這個事情是我們有接到邀請 也謝謝主辦單位的邀請 那昨天我們把10月的行程都檢查一遍 也發現說有些行程或許我們可以想辦法來調整一下 所以我已經告訴我的幕僚來進行調整 我們的目標還是有機會去參加今年的國慶 因為您昨天有提到說現在不應該再區分敵我 所以您如果去參加國慶 這是不是也是一種表態的方式? 我覺得在最大的考量當然還是一個行程上是不是可以調整 因為我們的行程大致都在一個月以前都已經排了 那昨天是因為我們把整個行程再看了一遍 是覺得有一些行程可以做一些調整 那在這種情況下就讓我們有空間可以去參加 那另外一方面我們也是覺得是說 台灣現在面臨的挑戰其實非常多也非常的大 就像我昨天在演講的時候講到了 台灣是一個民主社會 那民主社會講究的是多元的意見 但是民主社會也有一個挑戰 也就是說我們在多元的意見當中去集結眾人的力量 來做社會所需要的改革 那麼同時也來解決我們社會共同的問題 這是任何一個民主社會都會碰到的一個挑戰 所以我們昨天我也講了 就是說政治人物是需要去引導這個社會大眾 大家共同來參與要發揮眾人的智慧 以理性的討論來共同找出我們 來解決我們現在的問題的一個方法 為了一個開心靠運動的根部 我們來感動這次已經可能會想決定 是有人提供的我們 為了這次選抗這時 我們政府做一個條件的請求 非常加密動的地方 因為我們具體的確認 其實這次選抗運動